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一分钟命理 天干地支的差异性 在八字里面 天干跟地支 其实他们的性质不太一样 在天干他只有方位 他并没有时间 所以在天干的部分 只有代表的是方位 地支他代表的是时间 还有方位 所以真正的时间 他是藏在地支里面 而不是天干 很多人就会问怎么可能 我就问你一件事 甲时是什么时 甲时根本不知道什么时间 可能甲子时 甲敘时 甲饮时 但是我跟你说 卯时 午时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他是几点到几点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五行派 他本身就是一个时间学派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跟你讲 天干为虚相 地支为实相 因为本来就是时间为主的一个派别 时间是在地支 自然就会是以地支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